我不抗疫 一定會勝利 大家早晨 今天是2月11日 是我們被隔離的大七天 外面的天氣十分晴朗 風景也很有味 雖然疫情是比較嚴重 患病者不斷的增加 但是我們的生活一樣要照常 一樣是這樣過 因為早餐還沒到 我們開始肚餓了 將昨天剩下的糕點 還有自己沖了一杯綠茶 吃完早餐以後 我們就開始一天的神問了 現在爸爸在跳延極舞 我們一樣會樂觀 平和的態度對待 因為我們相信明天一定會更好 自從被隔離以後 就沒有人來搞衛生清潔 換床單皮鋪了 昨天就送來了新的床單 皮單和枕頭套 就由我們自己去換 這樣我們也換得不錯 好的 大家好 今天也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